欢迎订阅科学新资 第二节是跟大家讲一些天文科学的东西 最近也有很多天文新闻 例如说巨型黑洞 这些经常会有新的观察 但这个星期特意要重复黑洞 因为在自然期刊公布的结果很惊人 以往我发现多样新的东西 我未必会很惊讶 但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标题 很厉害 他说一个黑洞的噴射流 是去到宇宙尺度 等于宇宙里面更大型结构的尺度 一去到这么大 意思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说一个人的影响力 可以影响到你身边三四个人 很平常 你能够碰到 如果说你这个人的影响力 可以无远忽界 是一个跨越整个国家层面的 你都可以延展到你的影响力 你就知道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于是乎在整个世界的演化 世事的演化里面的时候 都要考虑你的存在 对不对 我们一般看黑洞的时候 大家要提一提 很多时候我会说 由一个星体形成了出来的黑洞 它是能够将周围的东西吸入 连光都走不了 所以它是黑的 不发光的 而同时 它似乎无止境地把东西吸入 之外 你亦有方法间接看到它 因为有些东西在旁边 快要跌下去的时候 都会有些最后的信号 而且很有趣 往往在南北两极的地方 就会出现噴射流出来 而且对于越是巨型的黑洞 你会看到噴流越明显 而另一方面 譬如我们的银河 或者很多其他银河中心 它的密度够高 也会形成一些银河中心超巨型的大型黑洞 如果以前我们说我们拍到黑洞的一些照片 我们就会拍到银河中心 那黑洞 我们就会看到有个影像重组出来 我们一般会认为 黑洞 要么就是星体的尺度 一颗星对于一个整个宇宙来说 就很渺小 因为只是一个银河 也有上十亿颗星 然后一个宇宙 至少也有十亿颗银河 所以如果一颗星大小的那种尺度的黑洞 对于整个宇宙来说 你就当是沧海一宿 如果你说巨型一些 那些银河尺度的黑洞 一个银河 宇宙也有十亿个银河 有一个银河中心有个黑洞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 以及影响的范围 一个银河的大小 就是十万光年二十万光年那种尺度 譬如我们的银河是十万光年 由一端到另一端 上个星期有提及的 仙女座、船河、银河 它是十六万光年 就大一点 实际上可能它的尺度是更大 可能比较至百万光年的尺度 就是这么大 我们很少会想像到 这些个别的天体 是会影响到整个宇宙的尺度 所以我们有时要很仔细分析 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 我们会觉得好像也是和物理学有关 但其实很多时候 你如果在行内的专家说 你是专业研究天体物理和研究宇宙学 其实可以是两个范畴 大家可能都会了解对方做的事 但其实大家的关注是各有专专 很少会把两个东西相提并论 除非你研究一些非常巨大巨型的天体 譬如说现在我不是只看一颗星 不是只看一个银河 我们是看一群的银河 然后看看这几群的银河 它如何去运转 基本上我们就好像看到宇宙的其中一个有意义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 譬如比较大型的天体结构 是如何慢慢再架床叠屋 形成整个宇宙结构的其中一个部分 这个我们是无论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都有兴趣的 似乎是天体物理学的人 就是研究一些小的东西 尝试将它向大的方向去看 然后宇宙学的人 就由一个大的尺度慢慢向小的尺度去看 似乎是由上而下而上 希望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结构 和物质分布是如何的 好了,回到这个新闻 我们刚才就说了 譬如像一些不停地吸收周围的物质 连光都走不到的黑洞的天体 它就原本在我们的认识中 认为它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整个宇宙是如何呢? 就不是太影响的 它们在宇宙形成了一个时期 就会各自形成很多大大小小的黑洞 甚至乎在各个银河中间 也有自己超巨型的黑洞 那我们也不会预期 它的影响可以去很无缘分界 去影响周围的十几十个银河 我们不是很预期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最多的就是这十几十个银河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互相牵引 大家就可能兜着去转 譬如我们的银河 和周围那几十个银河 就形成了一个叫本星系群 一个叫local group 一个这样的大一级的天体结构 然后好几个星系群 又会互相互作用 变成一个叫星系群 一个叫cluster 然后再之上有一个叫supercluster 然后再上就是整个宇宙 你会知道 就算一个银河 跳到上整个这样的宇宙 中间也差很多级 所以就算比你最强的银河 是整个银河吸数的黑洞 和整个宇宙的尺度来说 都似乎是差很远 但是偏偏在现在 大家画面上说的这个新闻 就是说我们发觉 其中一些超巨型银河吸数的黑洞 他给出来的噴射流 强多的地步 我们会觉得 是会牵引到整个宇宙的结构 所以这个发现 我们以前从来未试过 所以连自然的期刊 都特别公布了 他们找了超过不止一个 有两个例子 发现 在其中的两个超巨型银河 去中心的超巨型黑洞 给出来的南北噴射流 是去到延展到千万光年 那么远 这个听起来非常厉害 首先可能本身的银河特别大 但是 他中间的黑洞噴出来 他的影响范围 不仅是附近的十万或者百万光年 而是我们追踪到 整个噴射流 原来是覆盖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光年的距离 所以是非常大 好了 在这里看看 这是示意的图 现在画面上 你会看到 在画面中间的光点 就是银河的黑洞 但周围有很多星際界质 他就是打斜角 一个是射向右下方 一个射向左上方的两个噴射流 他发现噴射流 很厉害 可以射到非常非常远 延展到非常远的状态 所以你知道噴射流本身很厉害 大家可能会问 黑洞不是说吸引物很厉害 为什么噴射流也很厉害 你要看什么 你黑洞去过了中间的一个 一条界 那个叫事件事界之后 你的东西就进去出不回来 但是在那个事件事界外面 很多事情发生 因为你可以想像 大家可以在交通机室 大家准备去中入那个洞 但是周围在外面 就塞了 撞来撞去 非常激烈 然后很有趣 有一些如果是 因为黑洞外围 也有非常强的电场磁场活动 很多时候这些电场磁场活动 就会令到一些物质 没有成功跌入黑洞 但是被拉到黑洞的南北極 反而被很激烈地向两边扔走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是一路有东西吃进去 但是它吃不完 有些东西吃不到 但是又在嘴边弄出去了 而且是弄得非常之厉害 弄得非常之圆 这个现象本身不是这么容易解释 黑洞本身的噴射流 只是这个研究 现在也是很多专家研究的其中一个题目之一 为什么黑洞会有这么激烈的噴射流 大家还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也有一些模型尝试去解释 但是具体来说 又需要多少电磁学的认识 我们一个比较笼统的印象就是 在黑洞的周围附近 它有一些磁场被扭到像扭麻花 而正正就是这些扭麻花的磁场 遇到周围有些带电的粒子冲进来的时候 就被牵引 就彈射了出去 就是一个圆形圆的磁场 通常你就很容易将一些带电粒子 一条直线一下射出去 于是一个这么强劲的磁场 就可以将那些粒子 形成一个非常强劲的粒子流 就是在南北两极那里噴出去 当然也有一些物质 很多就是在黑洞的尺寸 周围的地方 也有很多物质被吸进去 一旦越过了事件事界 就没有办法去逃出来 在这里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迷 这里我只是和大家说了 看到一个现象 但是这个解释 为什么黑洞可以这么大 还有为什么黑洞的噴射流那么厉害 然后厉害到一个地步出来的噴射流 是可以这么厉害的 延绵这么长的距离 都不受到干扰 是在说延绵到千万光年都可以维持得这么直 一直把这些东西扔出去 其实这里是完全没有解释的 所以为什么连自然期刊都将这些东西收录 就是这样的原因 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宇宙 其实我们了解这个宇宙形成 里面的星体形成的时候 是很有赖去了解那些物质分布 是如何来的 在这个黑洞周围的时候 照计就会有很多这些重的元素 被扔出去的 不只是轻和害这些元素 因为整个黑洞本身 和它周围应该都有很多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星体 很多大小小的核聚变反应 甚至乎超新星爆发的现象 它残余的物质 都是可以在这里形成 以及这些激烈的情况 一定是比较有利一些很重的元素去形成 我们一直不是很理解宇宙 那些比较重的元素是如何分布 由宇宙形成 到它一直后来 那些天体形成的时候 具体的分布是如何呢 我们一直想的模型 想的很简单 现在因为有一个 原来这些这么巨型黑洞的天体 它可以是一个这么有效地 去将这些这么复杂的元素 向宇宙的角落去散播的时候 其实就令到我们 要重新去检讨一下 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 那些重金附属的分布是如何去传播出去 如果你的黑洞只是很小的话 在它附近有很活躍的核聚变反应 很活躍的星体反应 很活躍的超新星爆发 那你会预期那些重元素 就会遗留在那里附近 但是呢 现在这么巨型的黑洞 它似乎是一个 很有效地将这些重元素去散落去 宣布到这个宇宙的角落的一个机器 而且这些黑洞 照计不是只有一个半个 是应该有很多 如果你在宇宙里面同时间 在宇宙开头形成 头那几亿年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这些超巨型黑洞 你会重新去修正过往的认识 就是宇宙开头的星陣物质 它的成份 它应该是受到这些黑洞干扰得很厉害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黑洞 不去好好研究它的时候 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正确认识 我们宇宙的成份 是如何随着时间去散布出去的 所以为什么 在这一道自然期刊 都要将这个结果去收录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些宇宙学的一些现象 这些宇宙里面的化学 是如何去演进呢 是我们原来 不能忽略一些很强劲天体 给下来的效应 而这些天体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 而且去追踪着这些超巨型黑洞 跟它的噴射流去到有多远 就变成为一个 就是研究宇宙里面的化学成份的演进 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就是以往我们一来就看不到 二来也意识不到原来影响这么大 现在看到原来它的影响是大很多的 一个我们以为只有百万年 就是百万光年 这么大的一个天体 但是它最后噴出来的东西 可以去到千万光年 然后就是周围原来 应该是会有很多同时间 你会发觉就是同时间 就是这些东西出现了很多 就是 噴出一个很强力的 很复杂 蜡蜡蜡蜡蜡元素 由轻至重元素 什么都噴的一个这样的机器 原来在宇宙很早形成的时候 就开着了这些机器 也应该是开足了很多年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重新 对于我们的宇宙里面 这些轻重重元素 如何去形成 如何去后来散落在这个宇宙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些强劲黑洞天体的时候 起码我们知道 我们在未来计算宇宙的化学的时候 不得不忽略这些重要天体 给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节再有其他内容 和大家介绍